南韩网红宋志亚深陷买山寨货的争议 连日以来 他遭到各种真真价价的舆论抨击 甚至挖出爸爸职业 但全都没有被证实过 各种谣言疯传 他近日打破沉默道歉后 首度接受韩媒专访 数度本列道歉 坎成全是自己想法太转请 针对网友的各种质疑 他一一列出清单 哪些是真品 哪些是嫁祸 并附上购买收据 还让韩网的风向稍稍好转 为何要那样做 宋志亚数度哽咽回答 是我的不足 是我做错呢 在接受韩媒dispatch访问时 他说了无数次对不起 以及我错了 全程没有辩解 只有后悔 以及承认自己无知 真的只是觉得他们好看才满 这只能是我的错 本来我有机会矫正视听 但就这样让他过了 宋志亚物以为大众会认同他 只要是穿在他身上 网友就会认为是名牌 事实证明他错了 对此 他坎成 非常后悔 访谈间 他一一把真品 嫁祸列出来 对于背着嫁祸拍迪奥香水 业配仪式 他再度道歉 这完全是我的失责 想再对于迪奥关系业者说对不起 真的很抱歉 对于曾经毫无想法的 我自己感到羞愧 他曾在单身及地狱穿束套嫁祸 其中一套Marine Sear的紧身洋装 他解释是后来看到收据买价货的发票 才发现有写仿冒的品牌名称 我不知道上面写的Marine就是那个Marine 是我太无知了 在镜子前拍下的第二黑色后背包 他透露是拍摄购物影片时 当时合作的服装组准备的包包 那个后背包是拍摄用品 所以我没有太注意 至于香奈儿蓝色上衣以及粉色外套 他说出实话回答 我知道那是嫁祸 但因为漂亮就买了 那时候对于山寨品没有认知 不知道外套是香奈儿的风格 宋志亚拥有的物品其实嫁货 真货参办 他同时附上购买真货的发票 包含劳力士手表 送给爸爸的LV球鞋 香奈儿围巾 香奈儿黑色包包等都是真品 访谈尾声 宋志亚低着头说 还需要狡辩吗 全都是我闯下的事 太无知了 我以为漂亮就是全部 想法太短浅了 让很多人感到被背叛 我感到很抱歉 这段时间 他都在审视自己的过往 强义员姐姐每天都有讯息跟我说 我爱你 可能是担心我 甚至波及到家人 我还好好地撑着也会克服的 这篇访问曝光后 针对宋志亚的批评也稍稍平息